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讲疏通我们夜窝的方法 疏通夜窝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肩颈的疼痛 以及我们肩颈激张力或者是紧张筋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还有一些乳腺有问题的,包括乳腺增生都能得到很好的调理 好,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 首先,把我们的手抬起来 然后检查一下我们的夜窝 是不是有些人呢,有鼓包 有些人这个夜窝特别大的,像鸡蛋一样都长满了 好,有一些人呢,前面或者后面用手轻轻的一按 都是僵硬的 而且呢,轻轻的去按的话,开始都比较痛 那么我们开始摸一下 如果你特别痛,把手掌放在这里,轻轻的震动 好,不要用力,轻轻的去震动 随着我们震动的次数 你感觉你的夜窝变得松一些的时候 我们再轻轻的去拿捏 然后把这些肌肉给它慢慢的松开 夜窝的肌肉给它松开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一直往下都可以 好,想要你的乳腺比较好呢 夜窝一定要保持它通畅 不要让它淤堵在一起 好,拿捏完了以后呢 再轻轻的从上往下 搓一下 搓一下 好,差不多呢 每天做一次 做完一边要换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 先轻轻的按揉 然后拿捏 好,做完了再搓一搓 这个做的时间长短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定 比如你一边做个三分钟 或者做个五分钟都行 坚持每天做一次呢 疏通我们的夜窝 调理我们肩颈的筒动 肩周炎 松解肩关键的肌肉 同时帮助我们调理乳腺增生 和乳腺脑肿 非常有帮助 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评论 留言或者私信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